嗯 对枪枪三人行哎咱们仨这个很久没有碰一块了啊这个刚才从这个中国电影一直讲到中国电视啊对然后所有最好 最好谈我们谈的最有兴趣的话题都该到现在不要再说了反正结论就是像我们这样的人越来越没活路了 对对对对对这个对我们很多是不一定不一定柳暗花明又以春啊徐老师啊现在是这个乐观派我现在啊先给你看看一个照片你看看啊这个这是前一阶段 你记得这个了吧台湾女导游嗯台湾女导游这个视频流出来跟这个陆克旅游团在车上毁这个康师傅 嗯说我们台湾都叫灭顶行动吗是顶新集团用的那个脏油啊什么的是是说你们大陆这帮呃人那个这个康师傅在你们大陆用的那个油啊比我们那个台湾好像还脏五十六倍 对吧这怎么算的五十六倍对说你们大陆你们大陆美体五十六个民族五十六朵花他可能这么理解 哎这个有层次啊说你们大陆媒体报没报啊什么什么的好一下现在就出来出来之后我这个事已经过了几天 我要说的是事情的最新进展可能有两个你们没想到哎我说今天这个事情啊真是竟有这个峰回路转的第一大陆的这个康师傅已经提告就是像提告这个不是他提告的是最早在微博上发这段视频的至于这个女导游呢他可能还告不到告不到这个女导游为什么呢 哎你所以这个今天网络社会有很多有意思的女一个导游我在一个这么一个旅旅行车的场合我给你讲讲这个事情不能算公众领域 对这算是但是被人但是被人拍下来了对被人拍下来了这个谁最大他如果说比如说私下吃饭这么聊我们吃饭这么聊 除非你像遇到毕福建那种的要不然的话呢这这就这就都叫都都叫私下场合但他在工作的时候对着整团导游团那么讲话这些是个就好像老师在课堂上说话一样是是是是 但是康师傅呢就是可能看这个女导游形象还不错就没有告他 对你对女导游删出的是杨柳芝就说欢迎你来大陆看一看 我就是要欢迎台湾同胞了解一下但是另一方面他提告的说是谁呢 就是头一个在微博上发这个视频的那哥们然后那哥们也挺委屈 所以说你看这实际上是一个法律上的问题 那哥们说说我没有任何评论我就是在微信上看到这段视频 我转发分享说我有什么错呢 听上去是对我也觉得他没错 而且他也不知道他也没有能力去求证这些事情 你不能要求他说他要求证完之后他才能发 当然你如果是新闻工作者当然你可以告 比如说如果这是个发在报纸上的东西电视上的东西 但这是一个普通网民他看到一个东西他也没评论发 这能告吗我也很好奇 你现在他说的事就是说明我觉得今天互联网时代 他有个特点是什么公私不分了 是你看什么是公媒体什么是私媒体很难说 比如说以我认为或者说不光以我认为 我相信以法院认为微博就是公共媒体 哪怕是你一个无名小卒你一个人 你是对公公公发布的 微信呢 不一样性质 微信不一样 微信的那个朋友圈 对那个是私人 有没有一定的公共性质 但是照理说朋友圈只是我的朋友才能看 不是我的朋友他们就看不到 所以这个等于在我家 是在我家客厅开party 所以我讲一个笑话 所以在今天对不对 微博是等于我把一张图贴在我家院子门口 路过的人都能看到 是不是这么一个情况 所以这个法律到现在碰到了前所未有的困难 就是你看我看一个律师上海律师讲 要照他讲呢 也有道理 就说呀 实际上就假如说康师傅这个事是不实之词的话 那么这个链条上 某种程度上讲每一个节点都有责任 但是至于这个责任的大小 想对应的要担负的和这个法律惩罚的大小 这个就需要到时候控辩双方啊 具体说 比方说你哪怕微博上 你就是说你我我我我转 我转发一个 但是这个呢 要依据于你你这个微博有多大的影响力 嗯 它造成了哪些影响 你有没有估计到这个后果 以及你有没有对这个东西进行核实 嗯 所以这个这个责任哪变得这个非常的微小 为这个微妙 你该你该怎么说 你上次优衣库的事情我就注意到 他有个法院 后来有一个这样一个介绍 就是说 呃 这是淫秽物品 传播 那什么叫淫秽物品传播呢 他不是说你贴上去 假如说贴上去了 两三个人四五个人看就没了 他没有法律责任 他说他法律责任是他要有一定的传播量 嗯 好像是五百什么东西 当然上次那个是爆炸性的传播量 但是 那的意思 意思我看他那条东西我就不懂了 那意思是这个人如果把邮衣库差不多东西放上去 没几个人看人家就哎 去这个啊 这个跟场景控差远了等等等等 那他就没有追 我这个又不懂了 我在我看来就是你 你放上去其实就有问题了 对不对 可是他是以传播量来看的 哎 但是那个其实还有一个前提 就优衣库那个事 我觉得有点像当年陈冠希他们那些片子 我因为一开始大家都说这是不是炒作或什么 但是我本我第一直觉觉得这会不会是偷窃 嗯 就是说很可能他是拿着人家的手机的东西播出来 嗯 或者说在人家的微信圈 他可能就算给朋友看 比如说我给几个朋友看 我自己拍的 比如说我在优衣库搞了这一段 文桃你瞧瞧 呵呵 就我们自己看这没关系 但是问题是如果散出去 他其实有点像把人家的私人的信息拿出来公布 那就变成是个账物 就等于是 就照现在的情况看 他们说他们拘捕了几个人 其中有一个人是把他拿上去的 包括当事人 我有流行这个新闻 好像就是他们拍了 然后就在朋友圈里传 传了以后 其中有一个人就把他弄进去了 哎 好像是那个人犯责任重一些 那个人有刑事罪 其他的人叫拘留调查 协助调查 对 你就比如说我 父亲性生活 我愿意给薛老师看看 那就犯什么罪 没看过 你别 小心啊 对 拿出去的 豆温涛这个东西 这也就是今天的年轻人 也真是让我们眼界大开 说实在话也不写 这事怎么还能朋友分享呢 所以你看少不少 我反正我昨天听他们讲 就说现在优移库各地那个优移库都有一个那个保安站在那个示意间门口拿着个布画机看着你知道吗 说是倒是没有这个一男一女进去了 说最近呢有两个男的想一起进示意间被驱逐出去 不过我想说回那件康刚刚讲康师傅那事啊我想扯开点讲 我觉得康师傅这么去告是不是有点不太好 就是说有人有这个评论 他就只是把违线的东西拿出来传 那这样子呢反而会很容易给外界一个形象 觉得你是以大压小 你是一个大企业 你骑身不振 你自己出了事被人传 你还去这么搞 他应该做的反而是 比如说是不是连带连这个导游 连整团人 免费邀请他们招待他们来看看我的工厂 从头到尾看一下 然后你们再发一遍微博看看 就让大家看看 以正视听 我们从头到尾都那么干净那么安全 这才是好的公关做法 但是这是好事不出门 坏事存千里 这个要客观分析的话 你刚才讲的那个方法 可能有效解决得很好 但是他缠播不过 他们肯定分析过德师 我不强了解 但是他 是的确你讲的 但是人家觉得他很小气 但他一个德 就这个名字会反复的出现 被更多的人知道 我们自从这种康下去以后 我们对康师傅就不大注意了 最近才怎么 又康师傅 而且那个泡面泡那么久才泡 这个康师傅不是已经泡了吗 哦 原来真有个康师傅 你看 对我来说脑子里就起到这么个提醒作用 这比汪涵有作用 对不对 不是这个 他两天市值跌了30亿港币 真的 就是因为那个股票 不是这个视频传出去 那对他来说 确实是一个非常巨大罪 所以说我说 这个事 这是峰回路转 不是说台湾还灭顶运动吗 然后 实际上按照最新的报道 台湾媒体的报道 截至2015年7月28号 这是刚刚前几天 在台湾的彰化法院 你知道这个案子审的情况是什么呢 审的情况是法院的审理进程 让当初认定顶心集团铁定式黑心企业的媒体和观众 目瞪口呆 就当时说顶心集团是从越南大幸福公司购入的这个食用猪油 实际上不是猪油 是那个饲料油 这不把人当畜生了吗 对吗 可是现在法院审理过程当中说的是什么呀 这个食用猪油啊 根本不是什么饲料油 而是完全合格的食用油 据了解当天公布的检验报告证明 彰化检方使用了不规范的方式进行检验 所以在7月21号的开庭审理中 众多的卷证显示 所谓越南的问题猪油的来源 都具备当地的受医官的检疫证明 证明并非病死猪或回收油 也都有合格经营的登记证书 那就说当年那个所谓的黑信油 台湾黑信油原来是没事的 对顶心的 有可能是个大乌龙 我不知道这是不是有院外势力操纵 你说康师傅有这么厉害吗 他一下好像这事他变斗额院了吗 我也不太清楚 但是从这个事情 你就可以看到法院这个系统 在这个社会里多重要 就是人对法院啊 这个信任 当你现在我们在讲这个事情的时候 因为我们都不知道内情 我们都有相信 觉得法院这个尤其是后来省的法院 人家在不服在上诉以后的法院 我们特别相信他的权威性 但是实际上呢 这个中间真是说不清楚啊 我跟你说说不清楚 而且呢就是现在 我觉得跟中国人的一个常识有关 我们现在按照常识来判断问题嘛 我们的常识就是 关于所有关于食品的 甭管你有什么证书 宁可信其有 不可信其无 宁可信其读 我觉得这次有三百万的这个传播呀 包括对康师傅造成的这些非议呀 其实跟中国人对食品安全的这个背景常识 有关 咱们就是说肯定有事 甭管说说说别的 对吗 但是当然不一定有事 是吧 枪枪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对康师傅造成的这些人 我现在觉得这个网络 它是个什么平台 这个事情也很有意思 它像是个什么地方 我找不出个合适的比喻 它像是集 所有的这种 国家社会机器 于一身的这么一种东西 但是你说它又强制 又暴力 但是它又好像是不可 又好像最民主最大众 对 你比如说我就说这个康师傅 对吧 你看中国人有些思路 我发现是不成问题的 是那种毫无疑异的 比方说转基因肯定是害人的 对吧 老百姓肯定这么想 转基因不好 对吧 然后呢 这个康师傅 或者说方便面 肯定是用那个地沟油的 对吧 奶粉 肯定是加了三聚庆安的 施永信 肯定是有孩子的 对吧 这 这就是这个网络的逻辑 因为 但是 我说它不是法律的逻辑 你看施永信这个事 咱们可以看看这个方丈大人 这一些照片 你看 他依然还是富泰安康 你再看下边 这个 这个人出来了 他不承认他是市政义 这个人叫市盐鲁 但是市盐鲁现在出来 说要继承市政义的精神 嗯 出来了一个实名 嗯 他要举报 等等 哎 他现在自己出来 原来说市政义就是他 他说他不是 嗯 可是呢 我要向市政义学习 我还真的举报他 他呃 我印 如果没记错的话 他是少林寺的武装部长 是吧 武僧的 武僧的 总教头 但是后来 被开了 后来离开了 对 就是 我现在就觉得啊 哎 所有的这些事情 他有一个什么问题呢 比方说那天他们讲市永信 我就讲了一句话 我说对 所有的人都觉得 这肯定是一个花和尚 跑不了了 无疑了 对吧 可是我说我还是要讲一句话 我要认定这个事情 就是 法律里有个叫一罪从无的原则 我说我就是这样 我假定他现在是清白无辜 因为现在你在证据方面 没有什么特别确凿的 权威机构认定的 你拿出证据来 我马上改变观点 我说他是个花和尚 但是到现在没有看到啊 甭管云山雾罩再像 我也是觉得 一罪从无 可是你知道 你要按照一罪从无 这个原则的话 他的刑法早都已经进行了 比方说 假如说 假如啊 咱退一万步 假如说这个市永信 是清白无辜 可是这一轮举报 在网上 对于这个佛教形象的 这种这种泼脏水 对于他本人名誉的这个伤害 这个就已经造成了 对吗 包括你像这个康师傅 假如说他是清白的 那么他这个市值下跌 三十个亿 也就是三十个亿了 他索赔还跟那个微博博主 索赔一百五十万 那都是得不偿失的 我就觉得现在这个事 我不该 我不知道该怎么看这种事情 我觉得你就接受吧 认倒没 因为我很有这种经验 比如说我在网上不是我不是说过 我没有微博也不用微信 但是也很多冒我的民开微博嘛 然后网上也有一些传了很多年 关于我们这种种的传闻 就把别人的事都栽到我身上 编成一段 结果现在到后来呢 就是反正也是到处传嘛 人家一说也就这么说 但是你就算了吧 就那个本来也就跟自己没关系的事 但网络就是这样 因为我想互联网其实是有助于我们发掘真相 但是问题是为什么网上这么多的谣言 这么多虚构的东西拼凑 大家要相信这背后有几个理由 第一个理由是我们的媒体时代变化了 但是我们怎么样接收媒体信息的能力 没有跟着进化 这其实是需要教育的 就不是西方很多地方在教一种叫做 有一种观念叫做media literacy 就是媒体试读能力 这个字怎么解呢 就是说就比如说literacy 这个字原来指的就是你会不会看字 你不会看字 uliterate就叫文盲 你懂个字 那你有literacy 有教养 有文字教养 那现在这个说法就是说 其实我们读媒体 包括互联网也是需要一种素养 这个素养包括什么 你比如说我看一个关于适用性的消息 我怎么能够从这个消息本身去辨认这个消息 可不可信 它的来源在哪 我们有没有这个怀疑精神 我每天接收这么多讯息 当然我不可能 所有我接受的讯息 我还考究一番 但是是否我能够做到 我每天收的几百条的新闻信息 凡是让我觉得没有很严格的 我自己没办法过我内观的 我就先悬而不论 但是我觉得现在问题在哪呢 我们现在在互联网年代是 我们没有悬而不论的精神 大部分的信息一来我们马上第一就做一个反应 就有了判断就有了立场 于是就好像是真的了 那么然后第二个我觉得奇怪的是什么 说对康师傅也好 对施永信也好 其实加上过去几年的各种的对明星名人的各种的网络的传言啊 或者说公众的监督啊 或者狗仔队啊 我觉得这背后都还包含一点什么 我觉得中国老百姓今天有很强烈的一种 要更平等的意识 觉得凭什么你们这些人就高高赛上 你们这些人人模人样啊 又是什么方丈 又这又呢 你大企业我就得把你拉下来 就我们有这种感觉 因为我们实际上我们不可能 比如说对官员有太多的监督 或者对领导有太多的说法 你一说了也被和谐了 所以我们把这股对平等的诉求 对这个平等的这种渴望 全部寄放在明星身上 而且他一寄放上去呢 就出现了一个游戏规则 其实我讲过好多次了 那个游戏规则是找得出来的 你只要是官跟明这个信息有冲突的话 大家就相信明 你只要是穷人跟富人 就是老百姓跟商人发生冲突的话 大家就支持老百姓 就怀疑你商家 多跟少 总是支持多的 去掉少的 理性上我们说 绝对的贯彻这三条原则 是不合法治的 是错的 但是实际上你去看呢 常常有时候很对 就以你刚才讲的适用性的例子 我最近很仔细的看了两条适用性的消息 就用他的方法 我们也思考一下 第一条是一个河南省宗教局 关于适用性表态了 很网络黑体制标出来 我就打进去看了 表态说了什么 一句话 施政义呢 不是一个人 其他呢 正在调查中 你说废话 我们早就说过了 我们在节目里 多少天就说过施政义 可是他那个 真 他 我们怎么知道 那个施政义自己说的吗 他是一批人嘛 对不对 然后宗教 一个人 他以为说他不是人 宗教局这么郑重其事的一个信息 很权威 说了一句废话 第二个消息再看 环球时报 说来 说为什么你们要怀疑适用性啊 对不对啊 你们没有证据啊 基本上是有点帮他的 那个我就要用文道的说法 那你看一个消息 先看他的来源 来源是环球时报 标出来 后来仔细一看呢 是环球时报的一个评论员 不一定是他的报纸的立场 但是呢 环球时报 为什么在这个时候写一篇呢 那我就百思不得其解了 请教各位 我觉得你们也不要把环球时报妖魔化 我现在感觉到 我崇拜他 我敢妖魔 环球时报 他作为一份报纸 我能理解 他他总要登很多东西的 他不是每天 我想他不能每天报道都说 这是代表我们 对他不是每天报道 但是现在在网络上 你会看到标题党啊 你只要跟这个报社有一点关系 什么报不会登你 南方都市报不会登你 人民日报肯定就这样两点 接下来就是说 我就我就不是 我就说这个互联网 我最近很多事让我有这种感触 就说 而且尤其是中国网 他非常有意思 我在这个这个香港特区的网上 或者说台湾地区的网上 我没有觉得有这样大的这个这个作用 你怎么你比如说 以至于到了什么呀 你记得前一阵那个警察 那个洛阳交警 在西安一个派出所 被扣 本来是为了抓小偷 他报警 结果警察扣警察 他是看着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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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安 这个这个叫什么北院门派出所的一个警察 他觉得他态度比较消极 他就估计这手机啊 这个不找了 然后呢 走的时候啊 他就自个嘟囔了一个冲着墙 说我靠 结果那警察听见了 你报警他不一定听得见 你一说这个他听见 光机抓过来 声拉硬拽 好歹 再打了一拳 给他关到派出所 结果呢 这个洛阳的这个交警 受了这个不合理的待遇 我觉得很有意思 你是警察吗 也没有 警察都没有通过警察内部的渠道 去解决这个问题 而据他说 大概也是通过这个内部渠道 但是没有结果 于是呢 他一想 网络举报 上网 一上网 西安公安局 喀派专员就到洛阳来 我现在明白了 一下子就撤了 我现在 我现在明白了 原来今天的网 你们形容不错啊 我想出个形容词 包青天 枪枪三人行 广告之后见 明镜是个团队 文道怎么说 我自己觉得刚才子东讲那个 很可能就是我们今天 刚刚不是说我们今天中国人 其实有民主的渴望 有平等的渴望 我们把这个渴望 从当年用在超级女生身上 慢慢转移到今天 同样的 其实我们很希望有个透明的 更公开更公正的媒体的环境 或者是监督环境 但是只不过 你好像对什么都信不过 那就你觉得网络好像比较公开透明 尽管你知道后面也有很多的管控 你比如说连交警 你说的很对 警察有一个内部渠道 他绝对知道 不只是内部 合法的渠道 情绪该怎么走 他完全知道 但是问题 现在这个事就表示出来 连一个警察都不信任这个渠道 他自己是执法人员 他并不信任执法体系 内部的流程 处理任何事情的程序 他宁愿把这事交到网络 他会所谓交到网络 就是把这事公开了 公开了 你不能拿我怎么样吧 但是如果他在内部 依照他所知道 他所熟悉的那个制度来做事 他反而不信任 你想想看是不是这样 现在好像就是说都成了个你知道吗 就是习惯词了 就是说我给你上网 动不动就是我给你上网 那你说 你知道现在有些大学教师讲课 说是都跟孙子似的 这干颤 因为有学生拿着这个手机啊 在拍 你都弄不清 他是拍了要干什么 你知道吗 就是好像 这个照理说可以禁止的 老师可以禁止 当然可以禁止的 连录音都要取得老师的同意的 我学生回去复习 你要经过我同意 你要跟老师说 老师我可不可以录音 那我们另外有个同学生病 他今天没能来 他这堂课上不了 能不能录你的 老师有知识产权的 那我呢 一般来说都同意了 那学生都是正常 但是要是就像你刚才说 你好端端在上课 那个学生拿着这个端来拍 肯定禁止他了 你拍了干什么 你上课不好好上 你来拍干什么 对不对 而且录音 而且我跟他们一方面是开玩笑 一方面是真的 有时候讲到一些敏感话题的时候 说录音机关掉 录音机关掉 这个时候同学们纷纷打开 其实我跟你讲 现在连吃饭都得这样 现在你有没有注意到 在北京有些一帮朋友吃饭 首先第一件事 没说要吃饭 手机全拿出来 没错 然后呢 我们现在准备了一个什么 你知道 哪里一个那种烤炉啊 烤箱烤肉用那个锡箔纸啊 然后拿出来 所有手机放进去 就说那个能屏蔽 对对 全封起来 对 然后扔到旁边一个柜子去 这才开始吃饭的时候 你就别说这样 然后就要带两个手机了 对不对 对于像 梁文道必复健这样的人 就要带两个字了 就连这个什么大师王林啊 他这个雇人 办他那个弟子的事 他家里人都有全部的 拍下来 还有路